我修丁了 瓜哥 哎呦 你好厲害 你還知道我修丁耶 她一直都知道 以為我是社工你知道嗎 難得媽媽記得自己 就讓黃小姐又驚又喜 因為打草黃小姐有記憶以來 母親就跟正常人不太一樣 小時候就有 我媽媽有曾經照顧我 她真的有拿刀 架在我脖子上 要我背就要撐發表 本來的人生規劃是 我不結婚 家裡有準備有錢 那未來我就幫你買一個房子 你就照顧媽媽 罹患思覺失調症的黃媽媽 住在龍發堂35年 將近半輩子 去年卻突然被趕出來 黃小姐慶幸 及時找到療養院 願意接納自己的母親 不是家人不願意照顧 而是媽媽的特別 讓外界無法接受 就連專業造福員 都不太敢碰這樣的個案 當她無法處理 無法處理她的個案 譬如她的個案狀況的那個專業度 是超乎她受的訓練 你要她們不挑案 我覺得也很難 因為她不是挑案 她就是根本無法去 把這個狀況照顧好 根據民間基金會統計 全台約76萬人 需要長照資源 其中高齡患者佔了50萬人 身心障礙人士也有26萬人 但照福員卻只有13萬 僅僅是需求量的六分之一 公不一求讓大部分家庭 只能退而求其次 聘請外傭或是由家人 24小時照顧 人力短缺是目前台灣 長照制度最大的隱憂 稍微喝點湯 你看 有餐 工作性質不被重視貼上台庸標籤 沒人願意投入是一個問題 另一個難處是 一旦碰到思覺失調症患者 或是有攻擊傾向被照顧者 人力已經不足的照福員們 為了自保大多 不願承接 我們接納 開始接納 失智長輩的出現是很增強 而且可能會越來越多 可是我們對精神疾病的 這一塊的領域 其實一直有一些 也是害怕擔心 包括我們的預算 你從預算配置就一看出來 我們在這一段的照顧投入 真的是比較少 我們已經講得很具體的 該怎麼做 很多東西我們都講 但是沒有人願意聽 他們欺負我們 因為沒有服務 更看不到希望 所以根本沒有辦法主張服務 所以就事實上一年多過一年 長照福利逐年再分析 但真正受惠的有多少 草率將思覺失調症 納入長照項目 卻沒有專業請完善的配套措施 同等於將問題丟給照福人員 這樣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嗎 或許相關單位現在要做的是 打開雙耳去傾聽他們的需求 而非繼續把問題往外推